主席 我是WYC 我是PiCon 2012和2013年的主席 2014年的PiCon總教 Tim 2015年的主席Kiss 2016年的主席Marg 1718年的主席TP 2019年的主席Tai 2020年的主席Joe 2021年的主席李薇 2022年的主席David 2023年的主席 我是博俊 我是Mini 我们很明显的是一群信仰的人 Python除了它在语言上的特色 还有社群上面是一个 是有聚合力的 台湾的Python社群 或者说Python的这些活动 是办得非常精致非常用心的 蛮期待就是大家只要提到Python台湾 大家其实是有共鸣的那种感觉 每年都有这么多优秀的心血 加入Python 那一定有哪一些人 哪一些事我们是做对的 然后创造的价值 规模很大 然后整个体验也都很棒 他的确把Python拉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你打开email突然收到一封信 然后说要请你成为隔年的Python的主席 他们就是各种的催眠跟洗脑 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胜忍挑战看看 是觉得很兴奋 是希望说可以藉由这一年一年的Python 让全台湾有在用Python的人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在那个位置看可不可以在额外做一件事 某些东西想法然后变成现实的一种成就感 我希望能够把那个旁边都是写Python的人的这种感觉 能够跟我们很多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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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开始有人在用 但是却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跟老板说你觉得这个事情用Python来做会比较好 他可能会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另外再找一个人来取代你的工作 我觉得最难的点其实是疫情 原本的假定是实体聚会 但是后来COVID-19出现了 一边筹办着实体聚会 但是一边又要去想着 我们什么时候要switch到北岸 就是线上参与的部分 就是很手足无措啊 这个整体来说当年办下来大概会有种办了两年大会的感觉 那也因为疫情的因素 从真稿开始到在售票阶段 其实压力都蛮大的 最大的支出应该都是场地问题 很多通货膨胀问题 在预算甚至是支出方面 我都要很认真去审查 才知道今天能够成功举办 我的人那时候大家都是很喜欢写Python 只是对于筹办活动的能力跟经验就比较不足 职工都是慢慢的会有自己的事业 或是家庭的问题会需要退出 怎么样去驱使其他人替你完成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怎么样跟所有工作繁忙的人一起好好讨论说 什么事情应该要及时完成 自制工之间彼此有一些意见不一致 常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那都是挑战 但是社群组织其实最有价值的 就是很多人在一起 把我们在乎的事情做起来 在社群里面去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太追求事情的完美 你可以稍微更信任你的队友一点 从他角度思考 他的利益可能会什么 他想achieve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其中又有哪些 刚好跟我们组织的目标是充电的 要把人跟问题去做一个分开 想办法站在他的角度上面去看问题 减少一些管理的架构 反而可以让他一次接触到比较多的事情 还可以成长比较快 要让台湾这边能够跟APEC有更多的联系 扩大交流 而且是尽量专注在Python本身的事情 很喜欢我们的Spring 或者是OpenSpace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 去传递Python 不管是年会或是社群的价值 让更多外围的朋友能够来认识Python 我会想要去比较特别的场地 比如说去日月谈啊 我们恒春啊 因为对我来讲 PyCon 台湾就是一个 大家要玩得开心比较重要的 如果能够把这个国际化的社群 能够更紧密啊 然后更深入的连结在一起 那一定是非常迷人的 Python 台湾2023 欢迎你来参加 Python 台湾2023 等你来参加 先参加过 再看你喜不喜欢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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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